下来呢我要为大家请上的这两位呢 是《中国梦》歌曲的两位演唱者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唱家 颜维文 张也 有请二位 说温暖的事 所以说《中国梦》歌曲的事 咱先说说温暖吧 你们觉得2014年 你们心里最能感到温暖的人 事或者艺术作品是什么 2014年 我三次到新疆 两次是去新疆的马兰基地 一次是去新疆的小白羊哨所 因为今年是我演唱小白羊 整整30年 30年 那么我也是第三次 到小白羊哨所 让我很感动 就是在边防的战士们 其实是一波又一波 一查又一查 但是在那里驻守的战士们 他们一直是用小白羊的歌声 激励着他们 驻守在边疆 扎根在边疆 保卫边疆 所以我在这次到了小白羊哨所以后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就是说自己通过 演唱一首部队的一种作品 那么这首作品 让许许多多的军人 影响了他们在军营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东西 它已经不单单是一首歌曲了 一首小白羊已经形成了一个部队的一个 一个边防军人的一个名片 大家一说小白羊 就会想到 住在边防的那些官兵 我觉得这首歌记录下了他们的精神 对 并且激励着后边的战友们 是 为我们的边防战友们 鼓鼓掌好不好 在边上一个新年之际 也真的要感谢我们所有的解放军指战员 武警官兵 比起颜大哥的这些经历 可能我的经历特别 特别的普通的一个小的经历 也是我今天随心灵心慰问团 去慰问演出的时候 就有一个喜欢我的歌 很多年的一个小姑娘 她的身体不是很好 她会经常失眠 她的病特别奇怪 她一睡不了觉 她就会抖 所以她说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喜欢你的歌 我经常在我睡不着觉的时候 我就会听你的歌 她能够安抚我 让我平静下来 你看她的身体这么不好 她还用她那双颤抖的手 做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听说是好几个月 把我演出的一些照片 一张一张的从网上当下来 然后自己打印出来 然后再自己去挑相本 给我做了一本 这么厚的一个相册 在我演出的时候 已经就放在我的床头了 所以这个小姑娘 让我真的觉得特别感动 虽然她只是我的 很普通的一个歌迷 如果我们的歌声 能够为大家 带来一丝丝的慰藉 或者是能够成为 你们的某一种动力 那么其实对于我们 站在这个舞台上的人 也是一种激励 也是一种鼓励 我想这种认可 也能够温暖我们的心 让我们再把这种温暖 放在我们的歌声里面 然后再送给大家 两个人不约而同的 都提到了到基层去 深入到一线 为兵服务 为老百姓服务 其实2014年 可能所有的文艺工作者 都会有这样一个感受 我们是一次精神的回归 我们回归到了 文艺原本的方向 回到了百姓之间 谢谢两位 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温暖 我们回到中国梦 主题歌曲推荐的 这个话题当中 两位都有歌 歌名分别是 梦园中国 梦园中国 您的是 我的梦 中国梦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梦园中国这首歌 是有着非常强烈 民族风的一个歌 对 我觉得我唱这首歌的原因 是因为它里面真的有几首 有几个词 有几首音语 有几首曲 特别的好听 哪两句你唱一唱给我们听 我们共有一天蓝天 我们拥有一种血缘 我觉得这首歌 能够打动所有的人 同时也正是这两句词 打动了我 我们共有一天蓝天 我们总是一种血缘 远方子随洗手相邻 共结合线 美丽相云 这首歌我也听过 其实我也挺喜欢的 前几天我们演出的时候 您还唱了这首歌 我觉得这首歌 最打动我的地方 是一个很小的一句话 我心中有一个梦 美丽又普通 在平凡的岗位 我就特别喜欢他这一句 就平凡的岗位 其实我们今天 大家在说中国梦 强国梦 强军梦 这是一个大的 这是一个大的概念 但实际上 要想真正实现你的梦想 还是要紧紧的扣在自己的 本职工作 本职岗位上 他这个歌里边 还有一句话就是 像雷锋一样 无悔惊生 那么我的理解还是 雷锋就是这样 他永远把自己 当一个螺丝钉 对吧 我很小 但是我放在哪里 哪里会发光 对 实际上我觉得 今天当今 我们特别需要这样 就是我们踏踏实实的 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用你的本职工作 和大的理想 和目标联系起来 确实这个话呢 说起来很小 但真的要认认真真地 践行起来 做起来 挺难的 聊了这么多 我觉得咱们听个歌再聊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心中有个梦 简单也回复 让有梦标联系的生命 你的梦想是中国吗 谁可揣开不心中 你的梦想是中国吗 谁能愿梦永不一生 啊 中国吗 不心中 谁能愿梦永不一生 你的梦想是中国吗 谁可揣开不心中 你的梦想是中国吗 谁能愿梦永不一生 谁能愿梦 永不一生 好 好了 面对新的一年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都有很多美好的愿望 有很多期盼 如果让你们给出一个关键词 然后点燃我们心中的 这盏温暖之灯的话 你们会给出什么样的词语 那我还是刚才我那个吧 岗位 岗位 您呢 幸福 幸福 来 请杨老师用他自己的感受来为我们诠释这个关键词 岗位 我想 我们不管是我们不管是个人的梦想也好 还是我们国家的梦想也好 最终要实现梦想 只有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你才可以和自己远大的理想梦想联系在一起 那我们请大家见证下来点燃这盏温暖内心的岗位之灯 有请 好 谢谢 来 有请张也 张也想得的是幸福 对 我觉得幸福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 那对于每一个人呢 幸福都有自己不同的定义 我有一个温暖的家 有一个美丽的舞台 有爱听我唱歌的人 有我爱的和爱我的朋友 我真的觉得很幸福 我把我的这种幸福带到我的歌里 幸福我 温暖你 好 请显然幸福之灯 好 好 感谢观看